我覺得你的觀點很有問題 什麼問題啊 觀點很有問題 我就是沒有看到啊 我都不懂你怎樣看到的 自己想像的吧 應該是腦補太多東西 沒有認真看戲啊 他是直接開始 然後直接跳到結果 Hello 大家好,我是維珠 我是Kennel 我是Milo 我們是三堅客 今天又回到來我分享啦 那麼分享什麼呢 今天就是我們分享 我們今天要講一個我們電影的 觀後感 今天我們要講的電影是 The Fable Man 這部電影就是 Steven Spielberg 指導他 就是關於他的父母的 有點算是半自鑽式的電影 他的家庭的故事 故事這樣子 好,那麼 以慣例來講 我們都會先講一下 我們看完這部電影的 第一個感受 到底是什麼 好複雜 我第一個感覺是很複雜 然後 總體來說 其實我蠻喜歡這套電影啦 我在電影院全程 兩個小時半以上的過程 我是很享受的 至於裡面的心情是 因為他有太多太多的信息 有太多太多的符號 我覺得我 到今天為止 其實我昨天看到到今天為止 我一直反覆思考 和反處這部電影 所以很複雜 可是 我很喜歡 第一個感受 是很喜歡 我覺得這個戲拍的很好看 我看到很滿足 然後 演員別人很好 戲的節奏 演得很好 鏡頭很好看 故事寫得 很吸引我 講講一下就講 第一印象是喜歡 我的第一印象也是很複雜 情感方面感覺很複雜 我覺得那個心情就是 可是 同時你又很享受 可是我又覺得 好像 不應該很享受 這個感覺 因為 看裡面的東西都是很 很 真實 很血淋淋 很 有一點悲劇的 成分在裡面的 所以我覺得是 很傷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當我去 享受這個很傷心的 這個品質 我就覺得 很矛盾 這個感覺 這是我看完電影的 第一個感受 OK 那麼接下來呢 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是 什麼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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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因為這套電影 其實是講夢 對 他一開始 他媽媽就跟他說了 夢 這件事情 你應該要 要有夢想 人要有去做夢 然後 全程這個 小小的男主角 Semi 他的父母情是 算支持他 特別是他的媽媽 是給他夢的一個人 可是 就很溫暖 他跟母親之間的那個東西 可是 毀掉他這個夢的 也是他的母親 所以 讓他 去做夢 去追求夢 可是到最後 也是毀掉他的夢 所以我在講 我很複雜 這一個是整個貫穿 整個電影 從很多細細小小的小情節 他不是講這個男主角 怎麼去追夢的 他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那個關係 去帶出這個主題 我覺得 所以他從樓到尾 太多太多的 畫面 太多太多的情節 是讓我很 很觸動的 所以這一個是 讓我很印象深刻的 然後第二個是 最後他去見了一個大導演 我覺得大導演 最後跟他講的那一句話 你們 我和我們三個一起看的 你們兩個說 哇很秋啊 其實當時我聽到這句話 我覺得 我很沉靜 然後我覺得那句話 對我的也是 我一個很印象深刻的一句話 就是他說 地平線 下面 地平線以下是精彩的 地平線以上 上面看也是精彩的 然後地平線 平平這樣看 是很boring的 這句話 然後這句話 我覺得很好的總結了 這一個戲 帶給我的感受 也就是說 給我的感覺就是 其實人生 是起起伏伏 要有高 要有低 才精彩 你平平這樣走 是不精彩的 真的 boring 所以這兩個點 如果你現在問我 我很大的感受的是這兩段 第一 我們講求 不是那句話 不是那句話 後面的畫面 他特地換了鏡頭 給你看地平線拉低的 對 我覺得對他說的那句話 我們三個一定是可以明白 因為我們是做 從事舞台劇行業的 所以我非常理解 那你問我最深刻的印象 我覺得這個印象是 他在那個小 他的那個小房間 應該是他的那個椅櫃吧 看影片 看破projector看戲 對 第一次是他播給他媽媽看 他自己拍那個火車撞 他的夢就開始了 第二次是他進去播他的母親 出軌的影片 我覺得他在同樣的一個場景 用同樣的一個方式 可是在不同的時間點 在這個地方做了這個事情 我看了之後其實是很 哇 我當下就直接 一哭就一哭 我覺得這戲裡面有很多 一個瞬間 是讓我不自覺的流淚 從他的很多的畫面 跟導演 特地安排這個小舉動 或者是這個情節 我看了之後 哇 那個眼淚就一直滴 很多 連他的那一個 第一次拍戰爭片 他跟那個演員講戲 他講的時候 那個演員慢慢被 這個導演吸引 然後被投入 我觀眾看了之後 我覺得 哇 好神奇啊 就是他對這件事情的 熱誠跟熱愛 去影響到 原本可能只是來扮演 而不是去演一個角色 他最後就變得好投入 我也是對這個很有印象深刻的 我的印象深刻也是有兩個部分的 第一個部分是在前面 當他 就是他想要拍電影 然後 就是他想要拍影片 然後 爸爸媽媽也是一直 爸爸其實沒有很 非常支持 都是一直媽媽慫恿 爸爸去支持他這樣子 然後支持到一個點的時候 爸爸就 就 覺得他長大了 他應該是 可以 我覺得那一段是很 真實的一個寫照 就是 不管你多年輕的時候 你想要學什麼 想要做什麼 父母都會讓你做的 那其實喔 你一到一個年齡了 父母就突然間覺得 就問你還要繼續做這些東西 可是明明是他送你去的 就好像有很多父母很喜歡 送你的孩子去學種才藝 可是如果當他長大了 還要選這個才藝這條路的時候 就是還要選藝術這條路的時候 反而又是父母去跟他講 為什麼你要做這個 我覺得這個 突然間很對照 原來全世界的父母好像都是 一樣的感覺喔 然後第二個印象最深刻的就會是 後面當他播那個 那個陶克熱的那個影片 他播完了之後 那個男主其中一個男演員 就是一個霸凌他的一個男生出來 然後很生氣的 執責這個男主角 為什麼你要這樣子做 為什麼你要把我塑造成一個 英雄好像很陽光很正面的一個 好男孩的一個形象 然後其實他自己 那個主角沒有說出口 可是大家都知道 因為本來你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電影就是可以展現出一個人 真正的樣子 我覺得就是在表演下 你可以看到這個人真正是長什麼樣子 你一路以來的那種霸凌啊 都是偽裝 然後他就那個男演員 他自己在那邊哭 就很內疚這樣子 他自己也很複雜 就是他到底是怎麼樣去處理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兩段戲都寫得很真實 然後很貼近我們 所以每個人其實 我們身邊都有一些這樣子的人 他怎麼樣去有一個這樣子的狀況 因為可能不是每個人 家裡都會經歷離婚啊 或者是這種 可是這一些人 霸凌啊 還是什麼夢想什麼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會經歷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很印象深刻這樣子 OK 好 那麼下一個的話題就是 演員的表演 有哪個是讓你覺得 哇真的是非常好 又或者有哪一個表演 是讓你覺得 欸你很出戲耶 對我來講應該是沒有演員 是讓我出戲啦 這應該是還好 我覺得演員都演得很好 都演得很好 Michelle Williams 演得很好 那個媽媽 她演得 她老公演得很好 老公演 我覺得這三個人演得很好 兒子也演得很好 他們真的演得很好 我覺得在這個戲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導演 特地的啦 我覺得她有很好的就是 不會讓你覺得那個角色很刻板 然後就很表面出軌的妻子 就一定是這樣演 或者是 比較傳統的男人 就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很粗框 還是什麼樣 我覺得有人在表演上面 沒有讓我第一印象覺得 就是這樣 連那個霸凌她的人 一開始我也沒有覺得 他就是出來霸凌人而已 而是 他其實就是玩球 被撞到然後不爽 他就沒有特地要什麼 我覺得很有層次感 包括他們 包括他的爸爸 其實我們很明在很多小台詞 他就講這只是你的愛好 一些Hobby 其實這一句 我們就已經知道 他爸爸其實是不是很贊同 然後覺得做這個事沒有用的 對前途沒有用 好像我們做戲劇有時候 看麻煩 那種會跟孩子講 你去演什麼戲 唱什麼歌這種 以後你要做明星啊 沒有用的 那種就很刻板咯 但是這一個 我覺得他們在這個戲裡面 很多角色上面的處理是 雖然他們嘴巴才只是這樣講 但是他們表面演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 很有層次感 我覺得這部戲花了很長 就是整個過程很長 整個戲 很好的將每一個角色的層次 其實有刻畫的出來 那個 他特別是 是那個Michelle William 他自己是一個藝術家 所以他很支持他的兒子 所以他愛上了一個 做科學的男人 一個好男人 他知道自己可能 他喜歡的 他追求的 其實不是這樣 所以他才出軌了 再另外一個男人 是可以給到他 我覺得他裡面的那個複雜 他又要照顧他的家庭 他很愛他的孩子 我覺得那個 這個女人裡面的複雜性 在Michelle William 的這個表演裡面 我覺得充分的表達得非常好 還有那個 Michelle William 的素工 他其實只來一場戲 我那場戲 我覺得他真的演得很精彩 他好像有入圍 最佳男配角 有入圍啊 他就是在房間跟他孩子講的那一段 他那場是非常精彩的 非常好 爸爸最後那場 收到那個照片了 我覺得那一場 那個也是 好傷心喔 好心疼的 我看完了之後 我去找這個男人 他38歲的 他才30多歲 然後他演 我覺得他把一個男人 這個很愛他的妻子 可是他不知道該怎麼挽回這段婚姻 他就是不會處理關係的人 他用他自己的方法 可是還是挽留不到 可是到最後他只能忍 或者去成全這件事情的那種無奈感 不能 我覺得那場戲 在他跟兒子的那場 我覺得演得非常好 不能不能 老婆不能 我覺得這部戲也是沒有辦法 站在道德的觀念上去看這個 就是回到人本身 就是每個人他自己的那個需求是什麼 又好像他們又在猶太 猶太人的那個很傳統的一個框架底下 其實我覺得跟華人有點像 就好像以前我們的父母 或者是我們的公公婆婆那一輩 就是他們沒有談戀愛這件事情 你基本上就是相親 然後你真的就是第一次見面 就是結婚 然後你就要隨著那個人 然後當然可能這裡沒有去到這樣嚴重 他還是很愛這個男人 他真的是很愛這個 Michelle William Potter的角色 他真的是很愛這個男人 好男人 這很好 他是好到他沒有得挑 可是他心裡知道 這個不是他要的 然後他也沒有 他一開始也沒有去拒絕 他就想說他很好 我也沒有什麼好挑的 因為根本沒有理由 完全沒有理由 所以他自己精神狀況也慢慢 越來越糟糕 越來糟糕 知道有那個好朋友 一直出現 帶給他很多歡樂 就減輕掉他那個 減輕掉他那個 減輕掉他那個 游癒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那一段的演員的表演 每一個人齁 雖然講台詞很多 可是比起一般的戲劇drama來講 他真的是沒有講太多台詞了 我的感覺 除了男主角 其實他真的很多時候都還蠻安靜的 很多眼神 很多動作上 我覺得都處理得很好 而且他有一幕 就是Michelle William在跳舞的 我覺得為什麼一個演員 他連跳舞 他去做那個跳舞 我就完全把他的心聲 從那一場表達出來 而且在場每一個人都知道 我覺得那個感覺 太過有張力了 Benny坐在那邊他知道 那個老公坐在那邊 他音樂他也知道 那個兒子也知道 全部人坐在那邊的同時 我覺得那個演員表演太強了 Benny is horrible terrible 沒有啦 Benny也是啦 No Benny is horrible 這樣也證明他演得好 他演好啊 我都講好啊 只是Benny is terrible 愛情這種東西 戴綠貓就是不好 Sorry啊個人的一些 綠貓不可以給人戴啊 只要跟他好你就要分手 控制自己 所以他離婚喔 所以就離婚了 太遲了 太子中大了在立 OK好我們就回到故事方面 因為我們出來我們討論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 其實故事是一個 我覺得算典型啦 OK就是一個愛情 不只愛情故事 一個婚姻的故事 加一個青少年追夢的一個故事 他怎麼樣把這一個東西講得很 我覺得很生動 又很貼近之餘 感覺又有一點夢幻感 他不會真實到一個程度 是好像看紀錄片這樣 我覺得還是在看著電影 因為可能也用在他有很多電影的 鏡頭語言在裡面 所以變成讓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會有一種 美感的欣賞 然後那個故事 雖然是 我覺得有點普通啦 我不懂你們感覺的故事 可是我自己感覺是 那個故事有點普通 然後那個 結束點 就是那個結尾 我覺得有點 蛤 沒有了啊 就我的感覺是會有這樣子 我不懂你們覺得故事怎麼樣 其實在我看之前 我在網上也看到一些朋友的分享 他們其實對這部電影的評價並沒有很高 那我自己進去看這套戲的時候 我並沒有帶著要去看 Steven Spielberg 的 所謂的 淡字傳 這樣的一個心情去看 甚至說 他的光環 圍繞著他 這樣我沒有帶著 我就純粹帶著去看一部戲咯 一部 他其實就是一部普通的戲的感覺 我覺得導演的手法其實是非常高明的 可以 將一部普普通通的 呃 戲吧 拍得非常 吃意 拍得非常複雜 拍得非常美 如果你說 呃 現在是說什麼 故事 你覺得 不是要挑 改嗎 還沒有 呃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 投入在這個 故事裡面的 呃 我喜歡的是 他沒有特地要讓我們看很多那些 製作的方面 而是他一定讓我們看成品 他拍出來了 我會跟著經驗 因為他說到底他的主 重點不是他怎麼樣學會拍電影 而是他怎麼樣成長 他成長的過程中 他的家庭的變化 怎麼樣去影響怎麼樣 他怎麼樣在可能在電影的世界裡面 也找到了 呃 呃 一個歸屬 或者是怎麼樣在現實跟電影裡面 有一個互相影響 呃 因為他在中斷的時候 就想放棄了 因為他媽媽 什麼 然後他覺得 嘖 我的解讀是他覺得他拍出來了 然後搞到他媽媽也不爽 他也不開心 這樣 所以他就不要嘛 可是他的那個 媽媽的情人又 給送他那個相機 他又 守著又不要用這樣子 所以到後面的時候 他認識到女朋友的時候 女朋友叫他拍 我還就ok咯 因為大家在吵架 他就 他就為了不讓大家吵架哦 他就做過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有很多細細小小在 間中會互相影響 我覺得我蠻喜歡這一點的啦 不過你講到故事的 那一個 呃 程序節奏的話 我覺得就是 呃 他沒有講說 很 surprise的東西 我覺得 呃 很順哦 看到 比較工整啦 比較工整的去做 不過我覺得那個 Ending突然間 End也是有點奇怪啦 所以雖然我知道 他不可能再拍他 後面的故事了 不過 他突然間End有一點奇怪 可是我喜歡 他Ending的那個東西 我也喜歡這個結局 我喜歡啦 我是喜歡的 是很突然啦 只是那個 那個 我們很喜歡 他最後處理那個 那個 Horizon的那個 那個東西 可是那個 結束點 我為什麼講會奇怪 就是 蛤 就是到這裡就完了 那個感覺 我的 我的東西是這樣 因為我一直在看整部電影的時候 我沒有覺得那個男主覺得 他自己的那一條線是 講 最重要的那條線 因為最重要的線是 The Favourment 就是整個他的家庭 所以他家庭的線 應該才是 最重要 而且媽媽有一點 最後面就真的是 他一開心了 後他就消失了 因為他離婚了後 他一開心的 重獲他的開心了之後 他就自由了 然後離開了他們的生活 然後就留下 悲傷的爸爸 跟一個很猶豫的他 不懂 應該要每天生活很 媽媽嚕嚕嚕 然後他在他的電影世界 找到他的夢了 然後到最後最可憐的 還是他爸爸 因為他爸爸又是一個人 他孩子又不聽他的話 又出去闖啊 夢了 那個感覺 雖然 這就是人生 Useless 爸爸事成就好 最後我就感覺 就是有一點這樣子 這樣最後 如果這個電影 想要讓你改一個地方 你覺得可以再 好一點的 當然我們沒有什麼字 要講 嘔嘔 嘔嘔 但是你覺得 有什麼好一點的 想要改什麼 沒有什麼好改的啦 就是人家拍出來的 拍攝好了啦 哈哈哈哈 其實 我覺得還好 因為 雖然 可能你會 我開始的時候 其實還蠻不習慣 因為很明顯 他媽媽跟那個BME 是有路的 可是他們一家人 在一起 玩在一起 包括他的老公 好像沒有事情這樣 我 我就看 我開始的時候看的很奇怪 但是我一看後面 我就覺得 根本就是他們不會處理的 他們是那種 就放任 他是那種公開的秘密 然後我全部 不管 就什麼吧 我就覺得 哇 好心酸喔 好難處理 好難演 好難拍這一種情節喔 所以我覺得還好啦 你講有沒有什麼突兀的地方 我覺得還好啦 其實我很喜歡 Steven Spielberg 的作品 大部分都有看 然後他對上一部 我是有一點點過那麼喜歡的 那個 什麼呢 我們那種 Where Side Story 對對對 然後這一部 其實我在看的時候 我是很喜歡的 然後 如果你 你剛才這樣問的時候 我腦海裡就在想說 可能我不懂是我人的節奏的問題 我希望他可以更長 又來了 對上一個 我希望可能他可以講 因為他 講 講是講這個家庭嗎 他父母親為主 那這個男主角 我覺得在過程裡面 很多很順暢的部分 太順利的部分 可能可以更仔細一點 好像 他好像要做這個他就做了 他要拍他就拍到了 就是很快待過 可是因為 可是因為電影的篇幅不能太長 所以變成很多理所 當然 他的那個過程 可能可以更多一點 讓我看到這個男主角 在過程中 一細細小小的 更多的磨難 更多的衝突 這樣可能我會更幸福於這個 男主角的遭遇 不然的話我會覺得 這樣 所以他父母親的那條線 我反而覺得我很喜歡 我也是感覺是這樣 就是 當他們的父母是很完整的故事 反而是這個 小男孩 因為他好像是一個三角形 這三個角色都 我覺得同等重要的 所以 這個男主角 他本身就有一點 他的東西是 跟自己的關係沒有太大 當然還是有很多部分的 就是大家都會講 你害怕 你不敢去追求 你要追求的東西 不敢去做你想要做的東西 不敢去表達你 然後他那個害怕的原因 到底又是什麼 然後他在家裡的那個 的那個位置 好像又怪怪的 他想要表達的 那一個時候 他又選擇走掉 就是他還是那一種人 到最後他怎麼樣感 我還沒有看 我一直看到他這一面 可是沒有看到 他從什麼時候 他決定勇敢 我覺得這個東西 突然間少掉了後面 所以我才講 後面結局讓我很唐突的東西 就是他爸爸講 你就去了 他就去了 然後我就 我好像結束了這個東西 當然 如果我們看回整個電影的主軸 應該就是 他家庭的關係 讓他永不敢踏錢這一步 可是 是不是爸爸一句話 他就可以踏錢了 我覺得 哎呀好像太過 輕而易舉了 好像可能如果 我想要改的東西 可能跟你有一點點接近的 就是 男生怎麼樣 敢做這件事情 他還是可以 做得更好 這樣子咯 我的想法是這樣啦 這樣啦 我不懂啦 我覺得我看到那個改變了 如果你們看不到呢 因為你看啊 因為你看啊 不是我看到 我是希望他更仔細 對 我是覺得那個東西要更 充足到 我是覺得不需要太仔細啦 我覺得 是我們的觀點 我覺得 細長短 不是重要 重點 因為如果他的東西 寫到太多了過後 會反而 他的那個主線會特別 主我啦 我覺得 現在我覺得 三條線 不是三條線 你講三條線嗎 我覺得他家庭的這一個線 這樣子走下去 我看到是舒服 而且 他在每一個篇幅裡面 怎麼樣 就好像剛剛我提這樣子 他怎麼樣 喜歡上電影 然後過後又不要拍了 過後又喜歡了 然後到他拍那個 過後 那一場跟那個男的 那個男的幫他 那個男的救他啦 他原本要被打擾的嘛 那個男的又去救他 然後我們在那邊吸煙聊天 過後 我就覺得 其實過後 他就跳了嘛 跳去他去讀大學 他讀大學 又讀不好 又要一直去 我覺得這些我看到啦 所以我覺得他不需要 再給予更多的仔細的 交代或者是篇幅 我啦 這樣子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特別的觀點這樣子 對啊我們要吵架 吵架才去 我們要反來反去 他會看嘛 不用緊啊 要火藥味 不能 這樣我覺得你的觀點 很有問題 什麼問題啊 很有問題 我就是沒有看到啊 我都不懂你怎樣看到的 自己想像的吧 應該是腦補太多東西 沒有認真看戲 他是直接開始 然後直接跳到結果 那個中間 我覺得還是錯了一些東西 比如說你講他大學 他怎麼做不好呢 他大學面對什麼呢 因為他一拍他就是直接開車 很猶豫 很猶豫 很猶豫的回家 這樣子的 你懂嗎 我覺得可能就少掉一些 對於這個角色的 苦點 我意思 如果他跟他爸爸正面講這件事情的 前一場 他還有一場 他怎麼樣可以拍 他怎麼樣可以從小的時候 找幾百人幫他拍這個東西 這麼輕而已 其實這些點是我剛剛一開始有講的 我覺得很好的是他沒有特地拍太多這一種 太細節哦 我覺得會跑偏 不然的話還會讓我覺得電影就會 做電影會變成很重要 所以他一直接給我看結果的時候 比如說他第一次拍那個 他沒有去拍給我們看他怎麼樣做那個假槍的光 前面前面 前面 前面其實還好啦 我覺得是覺得後面的那場 他跟他爸爸那場的前面少掉一場戲 我可能不懂他是篇幅關系 他剪掉還是怎麼樣 然後 對咯 因為他突然間就長大了 可是他長大這個中間是 我們覺得他跟他家裡的東西 應該是昇華到一個更加僵的一個 一個地步 可是我那場戲當然他還是有表現到啦 因為他爸爸回來整個關 爸爸還是一個很好的人 然後他爸爸越好 我們就覺得他爸爸越慘 很可憐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對 可是就變成那個兒子的那個panic 我就覺得好像少掉一些 少掉一些東西 這樣子啦 我自己的感覺 咯 好 Anyway 我們三個都很喜歡這部電影 很喜歡 其實真的很喜歡 好看 一直哭吧 哭了 哭了很多輪 對 又笑又哭這樣子 OK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記得我們是管後感 也不是影評 我們沒什麼資格做影評 對對對 我們分享感受 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感受了 如果你還沒有看這部電影的話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覺得我們講的有沒有道理 其實人是挺好看的 你們可以去看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半 很快就過完了的 大家去看這個 Steven Spielberg 的 The Fablesman 那麼今天我們這個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做新的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通知了 另外在B站也要一鍵三點給我們充電 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有能力的話要支持我們的Patreon 和愛發電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